我在时光的流年里,静待春暖花开。 朋友们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。 我怀孕八个月时,小三登门,带着和老公两岁的私生子,逼我腾胃,婆婆故意把我推下楼梯,治我流产。 大难不死后,我这样做,下一秒,让他们全家自食恶果。 临近生产的那天,我倒在血泊中,李扬一遍遍踢着我的肚子撒气,一边踢一边破口大骂,见人,见人。 我感受到,我肚子里的生命正在慢慢流逝,我绝望地闭上眼,在睁开眼时,李扬有些担忧地看着我说,我们结婚吧。 即将死亡的时候,脑海里的回马灯放映着十九岁考上本科开心的我,拿着录取通知书向李扬分享着我的喜悦,而他愁眉不展。 我不甘心地看着这段回忆,想要极力阻止接下来的发展,回忆一碰,便烟消云散。 我被铁链束缚着向前走,一个声音问道,你想再活一次吗? 我抬起头看着雾蒙蒙的一切,当然想,在睁眼时,我回到了答应李扬结婚的十九岁。 面前的人有些担忧地问我,我们结婚吧。 见我不回答,用手触碰到我的胳膊,我打了个寒颤,这件事太重大了,我要好好想想。 说完我就走了,而他也没有再追上来。 我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,包括我最喜欢的大槐树,我凭借着记忆向奶奶的屋子走去。 那个年代,我们家便在镇上开了一家面馆,镇子和村子有些距离,每到假期,我便到村子里陪奶奶。 上一世奶奶便极力阻止我退学,我不听劝非要和李扬南下闯出一番事业,等到我回来时,便是参加奶奶的葬礼。 我走到门前,看着奶奶躺在摇椅上,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一遍遍翻看,我考上了师范学校,也成为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。 奶奶注意到了我,其身拄着拐杖道,我的乖孙女怎么哭了,是不是李扬又惹你生气了? 看奶奶不揍她去,我摇摇头,抱住奶奶。 夜里躺在床上,我闭上眼睛,全是血迹,第二天刚起床,便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,恭喜啊,恭喜江雪考上大学啊,这可是咱们村里第一个大学生。 奶奶乐呵呵地笑着,而旁边的妇人紧接着道,你看咱家小雪都拾酒了,咱村里十九岁的早都嫁人了。 虽说小雪是大学生,但女人嘛,肯定还是要以嫁人为主的,你说呢? 我连忙出去,看来人是谁。 她接着道,我们家杨阳可从小就和小雪待在一起,大家都知根知底,你看要不着哪天黄道吉日把这是办了。 听着这熟悉的话语,我立马反应过来,是我的婆婆,李扬的妈妈。 在上一世她心中的人选并不是我,直到我考上大学,才马不停蹄地劝说立马办婚礼,将我绑上他们李家的姓。 一开始我还很开心,她接受了我,直到将我娶进来后,便让我承包家里所有的活,在我怀孕时也让我干活,起初还觉得奇怪,后来便发现了李扬的外遇。 我看着她讨好的嘴脸,将奶奶往我身边一拉,张仪,你知道的这种事情是要好好考虑的,可不能一下子做决定。 刚说完她的脸色变了又变,是是,小雪说的是,突然想起家里还有活没干完,我先走了。 等人走远后,奶奶有些奇怪,奶奶之前不是很喜欢李扬吗? 一点坏话都不让奶奶说,怎么她惹你不开心了? 奶奶,我之前只是把她当成关系很好的哥哥,更何况我才十九,奶奶不想嫩嫩陪你了吗? 我撒娇地拉着奶奶的手,想,当然想了。 奶奶高兴极了。 下午,村里便传出谣言,说我考上了大学,便瞧不起没考上大学的李扬。 村里人在背后对我指着点点,说我没良心,甚至有妇人在奶奶门口大声议论,考上大学又怎么样? 这么没良心,能有什么出息? 听着门外的议论。 而奶奶想上前与他们理论,我将奶奶拉住,没关系的奶奶,这件事就让我解决吧。 我不可能一辈子待在奶奶身后,被奶奶保护。 奶奶摸了摸我的头,可奶奶不想乖孙受这种委屈,他们就是闲得天天在别人身后乱嚼舌根。 李扬将我约了出来,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,我冷静地看着她如今稚嫩的脸庞,没有经历见过世俗的繁华,一心只有我一个人的样子。 但我也见过她,因为外遇无情地踢着我肚子的样子,肚子有些隐隐作痛,让我又想起那段悲惨的日子。 李扬,你一直保护我是因为喜欢我吗? 她有些疑惑和迟疑,是的。 怎么了吗? 我摇摇头,我以为你和别人不一样。 我以为你保护我是因为自身的善良。 换句话说,如果在学校被欺负的人是一个长得并不怎么好看的人,你是不是就不会保护她了? 她有些被我绕进去,我不知道。 那你好好想想吧。 说完我就离开了,我知道她肯定会被我的话绕进去,也不会这么步步紧逼。 村里的流言慢慢消失,但我没有想到她居然想要逼迫我答应。 当流言再度起来,这次的更难堪,他们窃窃私语说着我和张琪勾搭上了,才甩了李扬。 他们口中的男孩我们只有过一面之缘,因为他们口中的好玩将张琪锁在厕所。 我路过见她和我的经历很像,便救了她。 李扬还为这件事生了很久的气。 我不懂为什么将她牵扯进来,不过也只有这样才能增加谣言的可信性。 因为我和她的经历很像,只是她是自幼丧母,父亲不管她,老师看她可怜,才勉强让她上学。 她无依无靠,而我是个女孩,传我俩的谣言可信度很高。 谣言传出来时,我遇到了她,她在捡瓶子维持生计,想起上一世我只见过她两次,一次是就她,一次是我的婚礼,后来听说她也成为了一个很厉害的医生,后来再没有了消息。 我看着她捡瓶子,而她仿佛感觉到身后有人,转头看我时有些慌张。 我,我,江雪同学,你怎么来了? 她虽然只比我小一岁,看起来却好像比我小好多,甚至个子也才比我高一点点,来看看你。 她有些局促地放下瓶子,恭喜你啊,考上大学了。 谢谢,你明年也一定能考上,不过我比你大,你应该叫我姐姐。 江雪,姐看着她漫漫红的脸,我这么多天的阴霾散了一些。 那些谣言你不用放心上,你现在当务之急,就是好好学习,然后明年考上好大学,知道了吗? 嗯,对不起啊,江雪姐。 她指的是谣言,而我丝毫不在意,摸了摸她有些脏乱的头发,就走了。 隔天我便请村长将大家聚到一起,我站在大槐树旁,拿着喇叭站在台子上。 喂喂,今天把大家叫到这里是有几件事。 第一就是,我作为第一个村子里考上大学的大学生,为了感谢大家,我们要办一周的流水席,大家都可以来吃。 第二就是,关于最近的谣言我都听说了,我毕竟也是各位叔叔婶婶爷爷奶奶看着长大的,到底怎么样,相信大家,心里都有答案。 那个谣言供大家玩乐玩乐也没啥,就是别赚得太离谱,毕竟大家都是一个村的,抬头不见低头见的,这玩意听听就得了。 谁当真了,那可真说句难听的,白活了这么多年了。 底下的村民笑声一片,就是就是,谁要是信了我,可要嘲笑他了。 说完后,我便回了家,一周的流水席本就是父母为了庆祝我考上大学而打算办的,如今只是有些提前了。 流水席办了七天,我也邀请张其来为我庆祝,虽然他只吃了一次就走了,直到最后一天我才看到李洋。 被他母亲拉来,小雪,这么久了,还没助你考上大学了呢?前几天宜家里真的忙?没事,宜今天来了就行。 那几天的谣言,你别往心里去,都是那些闲得没事干的人传的。 我点头笑着表示理解,而李洋趁着他母亲不注意跑到我面前低头道歉,你知道的,我不可能原谅你。 我一直讨厌这种人,他看着我有些不可置信,过了一会走开了,看着他的背影我,突然想起一句话,原来人真的不是突然烂掉的。 上了大学以后,我按部就班地生活着,再次听说李洋的消息便是他结婚的消息。 他邀请了我,时隔一年我看着在工厂工作有些沧桑的他,而当看到他的结婚对象时,我的手有些颤抖,是他上一世出轨的对象。 原来一切早都注定,李洋的母亲从一开始便看上了孙倩倩做他家儿媳。 爱与李洋喜欢我才作罢。 直到我考上了大学,他才答应。 我们结婚时,李洋满口答应我说先不生孩子。 等我休学,带着钱与他南下赚到第一笔钱,因为不生孩子,他与我的矛盾达到了顶峰。 我发现外遇时,他孩子已经一岁半了,算算日期正好是第一次吵架的时候。 趁别人不注意,我擦去了眼角为我即将临盆的孩子而难过的眼泪,看着台上司仪主持着新人的婚礼。 我不由想起前世我穿着不合身的婚纱,戴着不合适的戒指,一切都那么不合适,但我还是不听劝阻地嫁给了他。 李洋敬我酒时有些不敢看我,而新娘一脸不满地看着我,我喝下酒祝福的话顺口而出。 席吃到一半我便觉得没意思离开了,准备回家的路上感觉身后有人在跟着我。 我转头一看,是张琪,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穿着整洁,头发也打理得很干净,被我发现得他有些尴尬地捏了捏手指。 姜,姜学姐。 怎么了吗? 我有些奇怪,我考上医科大了。 是吗? 很厉害呀,学校好像离我们学校很近啊,不过你跟着我是为了和我说这个呀。 不,不是,我看你心情有点不好,想着和你说说话。 没有了,我只是今天身体有些不适,所以想回去休息会。 是吗? 你哪里不适啊? 他看起来有些担心,是女孩子家的不适了。 张医生还没有开始学习就有了医生习惯了吗? 我有些好笑地看着她,她被我逗得脸红,走到家门口时,她有些急切地叫住我。 姜学姐,天天开心啊。 说完就跑了,我摇了摇头,这小屁孩是又脑补了什么我伤心的戏码了。 夜晚奶奶给我熬了红糖水,喝下后我便睡着了。 梦里是上一世发生的事,一个声音问我为什么不报仇,我告诉那个声音,当我离它越来越远时,就已经是一种报仇了,因为我会越过越好,而不是一味沉浸在仇恨中。 我摸了摸床头的枕巾,被我的眼泪浸湿。 离2002年越来越近,我存了些药,也让父母和奶奶存了些药,和室友出去玩时,偶尔也会碰到张琦在打工。 每次看到她是总是一副干干净净的样子,慢慢地展开了也有很多小妹妹问她要号码,每次被她说没有手机而拒绝了,我也提醒她存了些药。 当飞地来临时,我看着大家恐慌的样子,试图安慰大家,不用紧张,国家会安顿好我们的,可这些话并不管用,大家一如既往地恐慌。 学校被封锁,外面抢言的一堆又一堆,我打电话告诉父母,不用抢言,也不用恐慌,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很慌张,但是也不忘担心我, 让我好好照顾自己,我说自己的身体很好,让他们不用担心,但没过几天我便发烧了。 被查出发烧时,我便被带走隔离了,尽管知道自己只是普通的发烧,但还是很害怕,躺在狭小的隔离房的床上,恍惚之间仿佛回到了被冷蔽立的那几年里生病发烧, 没人在身边只能硬炕的日子,但也在那段日子里,我的肚子里有了第一个宝宝,当感受到宝宝在肚子里踢我时,我又有了活下去的动力。 我睡眼朦胧,脑子有些不清醒,恍惚之间仿佛看到了一个人在用冷毛巾敷我的额头,没有力气地我被冰冰凉凉的感觉催眠地睡了过去。 当家庭主妇的那几年刚开始还很幸福,李扬也并没有露出她的真面目,我们的事业慢慢蒸蒸日上,而她也早出晚归,多数回来都醉熏熏的。 我偶尔抱怨她两句,她抱着我说,都是老板,不小心就多喝了几杯。 时间久了,她渐渐地不耐烦,回来的日子趋值可数,直到我们矛盾爆发的那天,她粗暴地折磨我,毫不怜惜。 我躺在床边流泪时,她不留情地穿好衣服离开了家,后来她对我开始了很久的冷漠,电话不接,微信不回,连公司都找不到他人。 那段时间,我身体极其虚弱,终于在一次着凉的时候发烧了,凌晨两点我看着体温计裹紧被子喝了退烧药,想着第二天再去医院。 第二天到了医院后,医生告诉我我可能怀孕了,给我开了些孕妇可以吃的退烧药,作弊超时我看着单子上一点点的小东西,感觉生命很奇妙。 我抛开了打胎的想法,想着先生下来再离婚,我摸着即将三个月的肚子夸赞道,宝宝真懂事,这么久了都没有累到妈妈。 我给即将出世的宝宝买了很多衣服,有男有女,每天学习一些育儿知识,也是这个孩子让我打消了离开这个世界的念头。 我无比盼望着孩子的到来,当听到孩子胎心的跳动时,我的内心更加期待,我每天躺在床上给宝宝讲睡前故事,说妈妈很期待她的来临。 但好景不长,当我怀孕八个月时,孙倩倩带着她刚满两岁的孩子找上了门,我将她带进屋,还有些疑惑,直到她开门见山道,江姐,我也就不满你了,我和杨哥已经在一起三年多了,你看我们都有一个刚一岁半岁的孩子了,有些男人你抓不住的就趁早放手吧,你说我说得对吗? 她瞄了一眼我的肚子道,咱们女人呢,就要学会自己给自己找路子,你说是吗? 我有些接受不了,看了看刚满两岁的小孩,脑子里异常清醒,三年多,可三年前她也还没有对我冷漠,原来从那么久之前就不爱了呀。 我没有理她,她自讨没去,喝了口水就走了,明明是晴天,阳光顺着窗户照到我身上,我却冷得发抖,到了晚上我情绪舒缓下来,她却醉熏熏地回到了家,我不想和她有过多交谈,而她不甘心,像往常一样,当看到我挺起的肚子时,打了我一巴掌,嘴里谩骂着, 见人,我这么久没回来,你就背着我偷人,骂着还不起劲,拿起顺手的瓶子向我砸去,我条件反射地捂住肚子,我被砸倒在地,血从我的头上流下来,她踢着我的肚子慢骂着,我捂着肚子向她求饶,而她全然不理睬,别踢我的肚子,别踢我的肚子,我从梦中惊醒, 看着周围熟悉的空间,以及不知道什么时候陪在我身边的张琪,她有些担心地看着我,江学姐,怎么了?是肚子疼吗? 原来我刚刚的梦话被她听到了,我摇摇头,做了一个噩梦,没事,不过你怎么来了?发烧使我的嗓子变得有些沙哑,她不说话,摸了摸我的额头,我被吓得一机灵躲开了, 她有些腼腆地收回手,刚刚我只是想看你还发不发烧,应该是已经退烧了,再休息几天就没事了,我木讷地点点头,不过,你怎么来了?不怕我传染给你吗? 她有些严肃,怎么能说这种话?你只是发烧,没有得病,不许这么说。 被小孩突然教育的,我感觉有些奇怪地挠挠头,知道了,只是开个玩笑,别当真,别当真。 以后别开这种玩笑,一点也不好笑。 我点点头,不过这里疯得这么严你是怎么进来的? 她装作神秘,山人自有妙计,看着她装模作样的样子我有些好笑。 后来被查清楚,只是普通发烧时,我休息好后,就又回到宿舍,听着社友对我嘘寒问暖,并告诉我一个八卦,隔壁一科大有个男孩,不管特殊期间的校规,翻墙跑到我们学校照顾一个女孩。 完了之后,学校没查出来那个女孩是谁,但一科大给那个男孩处分了。 听完之后,大家唏嘘着,这就是爱情。 我不禁有些想起张琪,有些担心地给她发了消息,过了一会,她回复到没事。 等到结束后,我回了家,看着奶奶有些苍白的头发,有几分感慨。 奶奶在我身旁幸灾乐祸,还好男男没有嫁给李扬。 她呀,现在在厂子里打工,那像男男以后肯定是有大出息的。 我点点头,聊了一会,得知张琪也回来了,我想着去找一下她问清楚上次的事。 路刚走了一半我便被一道身影拦住,李扬变得更加沧桑,我不想跟她有丝毫牵连。 刚打算走,她拉住我,对不起,小雪,那个女人是我妈非要让我娶的,你再给我些时间,等我赚到钱了,就和她离婚,娶你。 小雪,我一直爱的人是你啊。 还没等她说完我便嫌恶地挣脱她的手,还没等我反击,一道泼妇般的声音便传来,我就知道你还对江雪这个小贱人念念不忘。 大家快来看看啊,我不活了呀,说着说着便撒泼地坐在地上,我看着脸色有些不好的李扬,摇了摇头便打算走了,声音越来越大,引得村民慢慢聚集起来。 李扬将孙倩倩倩拉起,你快别给我丢人现眼了。 而孙倩倩哭得越来越大声,大家快来给我平平礼啊,江雪这个不要脸的勾别人的老公了。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,看热闹的也越来越多。 我有些烦躁,拉起孙倩倩打了她一巴掌,又顺手给了李扬一巴掌,谁对不起,谁大家心里都有数,本来一个村的抬头不见低头见,我也不想把事情做这么绝,但老虎不发威,你真当我是吃素的呀,能不能让人清静点? 谁愿意听你家那点破事,自己管不住自己的男人乱跑出来瞎嚷嚷什么呀,脑子有病吧? 说完我就走了,留下他俩愣在原地,村民们在旁边小声嬉笑。 当我到张琪家时,被眼前干干净净的场景惊到了,他看着我愣在原地有些不好意思,擦了擦板凳道,这是干净的,江雪姐你做。 我接过板凳坐下问道,当时你是不是被学校处分了? 他点了点头,当时我联系不上你,听你室友说你被隔离了,我有些担心就翻墙了。 行吧,不过这次也谢谢你了,如果不是你,我可能就要被烧死了。 别这么说,江雪姐肯定会平平安安的。 看着小孩认真的样子,我点点头好好好。 说完,我们闲聊了一会,他将我送到家门口就走了。 回去以后,奶奶八卦地看着我,我无奈地怂怂肩。 奶奶,只是一个弟弟而已,当时他帮了我,我去谢谢他。 奶奶一副全都明白的样子,我又没说什么,我都懂,我都懂。 第二天一大早,孙倩倩便到我家门口大闹,还有李扬的母亲在门口大喊要村长给个公道。 奶奶有些生气要出去,被吵醒的,我将奶奶安抚好,拿了把菜刀直接出去,一刀砍到栅栏上道。 来,我看看今天是谁要讨公道了。 他们看到刀有些害怕,有本事你就砍。 来呀,谁怕谁呀,我告诉你,你昨天打了我儿子和儿媳,你今天不拿出十万精神损失费,我们饶不了你。 呦呦呦,还十万,你看你今天能从我这里拿走一分钱不能。 我告诉你,我打他们算轻的了,你来我也照样打。 他们听完,便坐地上哭闹,我听着耳朵都快起茧子的台词,摇了摇头,没文化就是没文化,连说词就那么几句,我都会背了。 他们的吵闹声实在太烦,我端来一盆水顺手泼了出去。 哎呀,真是不好意思哦,谁让你们离我家门口这么近啊,这泼水呀,肯定是在自家门口泼。 你们不离远一点,下次就不一定是凉水了。 泼完以后,他们的身上全湿了,但他们依旧坚持不懈,直到周围的村民越来越多议论纷纷。 你看看他们一家子,真无理取闹,水还被泼了全身,真狼狈。 谁说不是呢? 本以为在村民们的嘲笑下,他们能知难而退,谁知他们哭闹得更大声,受不了的我亲自在他们面前把热气腾腾的热水倒进盆里,他们有些恐慌。 这时李扬来了,妈,赶紧走吧,你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。 说着,拉着自己的妈妈,李扬的母亲看着自己全身湿透的衣服,这次就便宜你了,你给我等着。 说着就走了,孙倩倩紧跟在他们身后也走了。 我看着在盆里的热水感叹道,真是,浪费水。 周围的人慢慢散去,奶奶向我抱怨,这一家子真是都是神经病。 我拉着奶奶的手,没关系,兵来降挡水来土掩吗? 他们消停了一段时间,听说是孙倩倩怀孕了,听到这个消息,我不禁有些好笑。 回去上学的我有时会为自己的未来规划有些迷茫,在年夜饭的那天晚上,我和父母还有奶奶一起,吃完年夜饭后,我放了烟花,在倒计时三,二,一时收到了一句来自张奇的新年快乐。 我回了一句,她同乐就没有再理。 再听到孙倩倩的消息,使她流产了。 我有些感叹事事无常,毕竟孩子是无辜的,但我却没有想到她将失去孩子的过错怪到了我身上。 那天我一如既往地向奶奶家走去,突然一道人影冲了出来,手里拿着一把尖锐的刀,去死吧,见人。 我愣在原地还没反应过来,便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,随着刀刺进血肉的声音,我看清了挡在我面前的张奇,她手上的东西掉落,而孙倩倩跑掉了。 我看着慢慢倒下的张奇,鲜血从她的后面流出,我的手上全是她的血。 慌张之下,我拿起手机报了120,我颤抖着捂住她的伤口,想要止血。 而她伸出手擦了擦我的眼泪,姐姐别担心,没事的,别哭。 我慌乱地让她别说话,救护车将她送到医院后,我看着紧闭的急救室,手上全是她的血。 我死死地盯着急救室的灯,在灭掉的那一刻我紧张地问,怎么样了? 得到医生肯定的答复我才放下心来。 在她静养的日子里,我向警方报了警,最后孙倩倩被抓走了。 当张奇看到我第一句话便是,幸好躺在这里的是我,不是姜学姐。 我不满道,下次不要这样了,多危险,要重视自己的生命,你可是未来救死扶伤的医生。 她点点头,除了你,不会有下次了。 她住院的这段日子,我照顾着她,当我疲惫地回到家里时便看到李洋抱歉的面孔,她不断地说着对不起,让我打她,我平静地看着她,你走吧, 别再让我看到你了。 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 张奇出院后,我经常提醒她不要做剧烈运动,而她有时也会和我开玩笑,有一段时间我会感觉到她对我和对其他人不一样,理智告诉我要趁早说清楚。 我约她见面,开门见山道,你是不是喜欢我? 她的脸听到这句话红了起来,是,是喜欢。 我摇了摇头道,对不起,今天约你出来是想告诉你我这么长时间只把你当弟弟,但我没有想到你对我的情感发生了变化, 我意识到的时候可能已经晚了,但我还是想和你说,我和你不合适。 说完我就走了,不忍心看她的表情,也没有听到她后面的话语。 当我在半夜接到她电话时,有些吃惊,这小子从来都是按时睡觉的,刚接通电话那一端便传来微弱的声音。 没有,从来没有把你当姐姐,我一直一直喜欢你,能不能,能不能不要拒绝我。 我没有说话,她的声音一听,便是喝醉了,沉默了许久,听到了一阵细微的哭声,好的,我知道了。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,我看着维持了半个小时的通话,将电话关掉,继续睡觉。 后来的几天里,她果然没有找过我,虽然有些不习惯,但我还是三点一线生活着。 哎,小雪,你还记得那个帅哥吗? 我一脸迷茫地看着摄友,就是和你同村的。 我点点头,怎么了吗? 我这几天看她打了好几份工,真的厉害啊,不过你还是跟她说让她注意身体吧,年轻人身体也不是这么好的。 我点点头,表示自己会传达。 我出了校门来到摄友说的地方,果然看到了异常忙碌的她。 我看了一会,旁边的大妈告诉我,这小伙子可真是,一天干三份活,挣三份钱,关键还聪明,真能干啊。 她注意到了我,我在旁边等她下班,下班后,她朝我的方向走来。 江学姐,你怎么来了? 我摇摇头,年轻人还是注意身体,别把自己累垮了。 和她说话时,我有些尴尬,但她丝毫没有觉得,没事的,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。 看着她这么倔,我也没有说什么。 江学姐饿吗? 要吃饭吗? 我摇摇头道,不用了,我回学校还有点作业要完成,我先走了。 这次过后,我和她便在没有联系。 毕业典礼那天,我穿着学士服和我的摄友拍照,突然我的摄友发出了笑声。 顺着他们的目光,我看到了拿着一束花的张旗,他看起来很匆忙,还穿着实习医生的白大褂。 我一脸猛地看着她走到我面前笑着说,江学姐,毕业快乐。 说着将花塞进我的怀里,我条件反射地捧着花说道,谢谢啊。 既然来都来了,一起拍张照吧。 摄友的哄闹声催促着我,我和她合了照,这是我拍过最尴尬的照片。 拍完照后,摄友邀请她去参加我们的聚餐。 她笑道,还是算了吧,我是请假出来的,还要回去呢。 行吧行吧。 摄友有些遗憾地看了看我,等他走后,他们打去颁问我,真的不考虑这个弟弟吗? 你可是大学四年都没谈过恋爱,这个弟弟也还不错,人好长得也好看啊。 不考虑,这种事情以后再说吧。 说着,我拿着花和摄友走回宿舍收拾东西。 等我工作稳定下来后,我回家看了奶奶,奶奶变得很爱发呆,有时候会拉着我说,乖孙孙,等奶奶走了,要好好照顾自己。 每次,我都会假装生气,不允许奶奶说这种话。 奶奶倒下的那天,我有些不敢接受,而刚好路过我家的李扬,健壮帮我打了120,安慰我冷静下来,我的脑子一片混乱,再次看到急救式的大门,我全身颤抖,无法想象等门打开会收到什么样的消息,签字时我的手都在抖。 等了很久很久,灯熄灭时,我冲上前,只见医生摇了摇头,我绝望地倒在地上,听着周围的呼喊声晕了过去。 等再次醒来,天已经很黑了,而李扬担心地看着我,我平静地对他说, 你走吧,谢谢你,但我现在不想看到你。 他不放心地对我说,你千万别做什么傻事,我走,我现在就走。 等他走后,我的父母办理完手续也回来了,他们让我多休息一会,而我并不想,我想去看奶奶最后一眼。 我看着被盖上白布的奶奶,明明前两天还叫着我奶奶,现在却安静地躺在那里,我无法控制地哭了起来,而父母也在我身后落了泪。 处理完奶奶的事情后,我感觉十分疲惫,躺在床上时也会想奶奶。 过了一段时间后,我开始被李扬骚扰,他送我了很多东西,并对我父母说想要照顾我,不会再让我吃苦之类的话,我的疲惫感让我顾及不了,他只想好好休息,没想到他打起了我父母的主意,天天在我家蹲守,我不回家的日子也勤勤恳恳地照顾我父母。 过了大半年,我缓过神,我父母已经快被他攻略一半了,他总能讨长被欢欣,知道他们爱听什么,知道他们喜欢什么,这些我早就知道。 虽然我爸妈有时会提起他,但主要还是看我,如果我说不愿意,他们也不会怎么样。 在他们再次提起这件事时,我严肃地对他们说,我已经有男朋友了,你们不会让我因为这点小恩小惠和我男朋友分手吧? 他们点点头,表示自己知道了。 没想到,这一击,李扬的狐狸尾巴露了出来,他直接杀到我住的地方质问我, 我对你做了这么多,为什么你丝毫不给我机会? 为什么?我从小就喜欢你,你就这么心狠。 我难道一点弥补的机会都没有吗? 他重重地握住我手腕,我想甩开他的手,无奈男女力量太过悬殊,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? 我不愿意,是永远都不会愿意的。 你们自己做了什么事,自己不清楚吗? 现在跑过来质问我,你还有脸了? 他的双眼星红,趁着他发愣的间隙,我挣开双手。 你做这么多,无非就是感动你自己,别一天天全赖在我身上。 楼下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,他碍于面子跑掉了。 我看着手腕上的红色印子,想了想,还是去药店买点药膏抹上。 买完药后,走在路上,便听到一阵声音叫住我,江学姐。 听到声音我往后看,是张琦,很久没见得他,长高了许多。 他看到我手腕上的红印,皱起了眉头,究竟让我坐在座椅上,这是怎么弄的? 他边说边拿出我买的要仔细看,我有些不好意思的,没事,不小心弄的。 这明显就是人为,谁欺负你了? 我见瞒不过,他就如实告诉了他,你们不是相处得挺好的吗? 那天奶奶到医院,我还看到她了。 我很快捕捉到一些,自演疑惑道,你怎么知道? 我,我恰好在医院。 他一看便是在撒谎,但我也不想再多问。 他轻轻地帮我涂完药后,将我送到楼下,有些迟疑地叫住我。 江学姐,我能不能追你啊? 我看着她,思考着,我知道那段时间在医院偷偷托护士照顾我的是她。 有时桌子上突然出现小零食的也是她干的,甚至我一个人在墓碑前跪了一整夜,而她也偷偷地在远处看了我一整夜。 她自以为自己藏得很好,但终究露出破绽。 我回家后,父母感叹地与我聊天,幸好我们没有心软,没想到李扬那小子居然这么对你,听说他最近在村里又酗酒又打人的。 哎,我点点头边拿手机聊天边说道,他本来品性就不好。 有一次我来了兴致,问张琪,你丝毫不着急转正吗? 他点点头正重道,听从组织安排,考察多久都行。 看他严肃的样子,我觉得有些好笑,行,恭喜你,转正了。 在考察期的时间里,他一味地对我好,也不祈求我做出什么回报,转正后也不对我动手动脚。 唯一一次牵手,是我主动地牵上手的那个瞬间,他的脸迅速变红,我觉得有些好笑,看来这次我是真的找到了属于我的幸福。 想了半天,而面前的人肉眼可见地失落起来,就在他想要说话时,我回答道,可以。 他停顿了一会,开心道,真的吗?真的可以吗? 当然可以,不过要看你表现。 之后的日子里,他没事时,就会接我下班,或者送我去上班。 考察了将近一年,他也丝毫不着急。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,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,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,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,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。 祝你幸福安康,万事如意。 同时欢迎您留言、订阅、分享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